数位一番talk 解析数位大事件 给你不同的观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周的数位一番talk 我是佩伦 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聊网红 那我从这个后台的数据上发现 就是聊网红发现大家还蛮爱听的 就是这几个礼拜的收听量有变高的趋势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做的级数变多了 所以开始听的人变多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先去做一个分析 假设大家觉得网红这个东西好像还蛮不错 大家蛮有兴趣的 所以说就决定了 个人私自就决定了 就是这个礼拜我们再来聊一次网红 我们再聊网红 那你看这其实就是创作者的应该有的一个心态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 这个听众朋友们 这个或是大家喜欢听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多说一点 多讲一点 满足大家的这个期待愿望 这其实是还不错嘛 是不是 好 所以说呢 那今天呢 我们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跟网红的哪一个部分有关呢 所以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要来聊一下 网红哪些话该说 哪些话不该说 这个题目呢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到底呢 网红呢 应该要聊些什么东西才能够拉住这个粉丝的心呢 又哪些话呢 尽量不要说 以免把粉丝或者是把这个厂商 对很重要的嘛 对不对 能够合作的厂商 给给下走呢 这个这个拿捏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在过去呢 其实呢 我们都有一个迷思啊 就是名人效应 那在名人的这一块里面的话呢 我们都期望是名人 他可以带给我们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啊 或是正面的能量啊等等的 但是呢 在网红这一块呢 就比较特别了 当然了 还是要带来正面的能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 可能就不一样了 以前在名人的效应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名人的形象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呢 他们讲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谨慎 所以就尽量的都不会有一些 譬如说不干净的话出现啊 但那有时候可能是口头禅 对不对 或者是说有一些偏离 社会主流价值的一些想法 把它讲出来哦 甚至一些更开放的事情 譬如说这个在家里面做的一些事情等等的哦 那但是呢 在这个网红的世界呢 就比较特别了 那我想也是因为这个法律的关系哦 那以前可能在名人效应上面 譬如说像是在大部分名人都会在电视上面出现 才会大家会觉得哦 他是一个厉害的名人哦 对这个传播的这个效果很奇怪哦 呃一个人如果呢 他就是呃在这个平面上面 可能他有很多的作品很厉害的话呢 大家觉得哦 他好像是一个呃 很多人喜欢的人 比如说作家哦 作家的话呢 可能写了很多书哦 可能是写了很多的文章 所以呢 就很多人喜欢 那也许这个书在书店哦 在排行榜上面有很好的一个成绩的表现 但是呢 大家都觉得对他好像是一个可能大家很喜欢的人 但是呢 他还没有到真正的名人的这一个阶段哦 那什么叫做名人的阶段呢 名人阶段就是除了原本喜欢你的人之外 还有更多人也能够知道你 那以前呢 电视或者是呃就代表了这一个呃传播的管道 所以呢 只要能够上电视啊 就比较像是名人了 因为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啊 你说你书卖的再多哈 可能卖个30万本 哇 这已经算很厉害了吧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花了很多时间卖 但是电视比较不一样 而电视呢 它是透过同时播放出去 然后同时看这个节目的人有多少 那往往基数就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就是以全国会看电视的人来做一个统计 呃 作为基底 然后呢 可能在这个时刻呢 哪些人 呃 大概百分之多少的人可能在看这个节目 我们去这样推论出来 然后呢 就可以推出来说 这个节目同时可能有21万人在看 同时可能会有40万人在看 我们就推论说 大概就有这么多人同时知道这件事情了 那当然 所以收视率越高 就代表越多人在看 哦 那越多人看呢 就代表呢 越多人认识他 于是呢 他在经过了多次 也许一次播放出来之后呢 他的收视效果不错 啊 那大家 这个制作单位发现 哎 他口条很好 很适合在去其他的节目 再去做多多的宣传 所以呢 就会邀请到其他的节目在做宣传 那当然在过去的话 如果是一个作家的话 呃 这个出版社呢 就会帮他安排很多的这个 呃 节目的露出 而去介绍他的书 介绍他的一个作品 所以呢 透过很多不 呃 多次的这个 呃 节目上节目露脸 所以呢 就让更多的人认识他 比如说 A台有可能讲啊 同时有21万人在看的收视率好了 然后B台呢 又有30万的收视率 30万人在看的收视率好了 哦 那透过多次不同的频道呢 去做曝光 就让更多人认识他了 哦 就让更多人认识他了 所以呢 就形成了名人 哦 大家就觉得 哦 对 好像我在A 有些人可能在A台看过他 有在B台看过他 有在C台节目看过他 他看来看去都有他 就觉得 哦 他好像是 真的很有名的样子 哦 那另外呢 也有可能是 有些人就专看A台 哦 那结果呢 他也许在A台出现次数比较多 然后他出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别人讲到他 他 在这个电视上看过他 所以他就可以产生一个连结 就觉得 哦 他就是一个名人 他就是somebody 很厉害哦 好 但是在过去 我们在讲名人的传统的传播效应的 来看的看法 我们就是利用电视来去做这件事 可是到网红这件事情 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哦 所以网红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 网红它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体吗 它的确是对的大众 而且这个大众更广泛 所谓的更广泛就是 以前的电视 你可能要比如说在台湾才能收视 我们早期的时候 无线电视台 在台湾才能收视 它都有范围限制 那后来的话呢 就是多了很多很多的有线电视台 你接上线了以后才能看 其实都是有线的 但是现在呢 这些网红呢 不管是YouTuber呢 或者是Podcaster啊 或者是不管 部落格都可以创作者了 那它只要能够把它的作品 放上网络之后呢 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 不单单只是台湾而已 还有全世界很多 只要语言相通 或者是说 你的情境让其他人也可以感受到 他的能够同时感受到 这样子的感觉是对的 那当然都可以接触到 所以说这个网红啊 他已经不是单一的 简单的这样子地区性的名人 他有可能是全球知名的了 那这个全球呢 可能就是包含了 比如说华人地区 因为我们讲话都是以这个中文为主嘛 所以华文地区的人会比较多人会喜欢 会想要接触 所以你看到其实有很多的YouTuber啊 他们的这一个profile 这个观众的profile里面啊 当然很大部分呢 都是锁定在台湾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北美地区的 或者是有其他国外的地方 你会想说 怎么国外也有会人会想要听我的podcast 或者是想要看我的YouTube呢 那其实就是旅居在海外的华人 有可能是当地的华侨 也有可能是留学生 你会发现啊 留学生真的也很喜欢看这样子的影片哦 对 尤其当他在异地的时候 又刚刚好遇到了某个YouTuber 他在国外 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啊 哇他会更兴奋耶 像上次我看过有一个影片嘛 他就是在YouTube上面教英文的一个YouTuber 然后呢 他有一天他去国外去 他想要就是介绍一下国外的生活 然后咖啡店 星巴克长什么样子 于是呢 他就进去就是要点准备想要跟大家介绍 这些常用的日常英文 结果呢 这个结账的这个小妹妹啊 都看到他之后呢 就帮他很严谨的帮他做完这些流程的时候 然后偷偷问一下说 请问你是不是一个YouTuber 这个时候的感觉是很妙耶 因为在异地 然后你又可以看到 你常常在YouTube上面看到这个人出现 然后你们有共同的语言 这时候就好像仿佛就是看到了一个名人一样 但是这个名人呢 他可能不是很很大众的名人 他可能在某个群众的一个名人 于是又产生了连结 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开心 然后这个这个 做星巴克的这个小妹妹 他也觉得自己像一小粉丝一样 看到了他一样 然后看到真人就很开心这样 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但是你看在这个网红的世界里面 他虽然可以接触到很广阔的这个粉丝 全世界的粉丝 但是呢他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能够接触到就是某一个领域的粉丝 就是可能对某一块特别有兴趣的粉丝 比如说是对美食有关的 对宠物有关的 对美妆彩妆有关的 还有一些搞笑有关的之类的 所以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的popular 不会那么的好像真的要很大众 好像就是说一定要这个 每个人都喜欢他 那其实没有 他只要让某一个领域的人喜欢他就好了 比如说做美食的这个YouTuber或者是这个创作者 他就专心的做美食 然后让喜欢美食的人去看就好了 可是你看在电视上很奇怪哦 就是因为我们看电视有时候就是转来转去嘛 所以有时候你看美食并不代表你喜欢做美食 看人家在做菜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喜欢做美食 而是呢有可能是你就是转台转到这边 你觉得这个画面很好看 这个人聊天很好 所以我就留下来看一下 但是过了很久之后 你会不会继续看他的这个影片 然后对他留下印象呢 那就不一定了 可是在YouTube上面或在这个Facebook上面呢 社群上面的这些网红呢 是真的对他喜欢的人 对他内容有兴趣的人 转个方式想好了 他就有点像是早期的明星的粉丝俱乐部的感觉 那粉丝俱乐部呢 是需要真的有人去实地的去经营 以前还没有网络嘛 虽然透过很多的实体活动的经营 譬如说办一些粉丝自己本身的聚会 他们自己去分享一些聚会等等的 像现在还有一个 我记得有人跟我分享了 就是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粉丝群众 虽然这个名人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但是这个粉丝还是非常厉害的 那就是凤飞飞小姐的这个粉丝团 它里面的这个粉丝会啊 不管是会长啊会员啊等等的 虽然都有一点年纪了 那一定的嘛对不对 凤飞飞小姐都已经这么早出到 所以喜欢他的粉丝当然就跟着他一起成长啊 其实就跟五月天一样嘛对不对 你说我就是个五月天长大的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会变老那是OK的 但是厉害的是当这个名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 他们这些粉丝的力量依然是很强大的 还是会聚在一起的 所以呢就会呃产生很大的力量 再加上他们已经有一些呃这个呃经济能力了 所以能够做的事情就更多 年年都可以聚在一起去分享这个原本他们喜欢的这个名人 他的everything一切对做一些回忆这样子的 好哎有点离题了再回来一下好好那我们要讲到说 那一开始我们讲网红跟明星的差别 名人的差别好好所以说呢 呃一开始我们讲到网红呢就是呃他其实就可以跟名以前所谓的名人的有点差别就是他比较没有受到法令法律的管制 哦也就是说在网路上跟在电视媒体上其实呃会有不同的哦 我们在电视媒体上因为把他看众是一个大众媒体 所以有很多的法律去管他 比如说管他讲什么 管他有没有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或是有没有讲一些呃伤风败俗的啊或者是呃裸露的啊这些东西哦 可是反而在网路上面就比较特别 因为网路暂时没有法令可以管 那有的法令呢也不是法令有的东西也就是比较属于道德性的一个劝说 或者是平台能不能让你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呃裸露的东西你看像YouTube的话 现在他就有一个机制可以去侦测你的东西是不是被黄标了哦 那呃但是呢在语言的部分呢就有可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了 所以你就可以聊得很开心聊个呃这个呃这个尺度全开了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尺度 所以说呢可以聊得非常的open哦可能是很detail的东西可以聊一些什么很细的一些呃 呃sexy的事情啊或者是可以聊很政治的事情哦或者是聊一些呃你没听过的事情哦 或者是你的一些体验这些的那这些东西就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了 只要你聊东西呃不要太违法就好了 所以说网红呢也就是靠这个东西来建立起每个人的一个特色 有些人就是很直很白他这个昏述不济 所以什么都可以讲哦 都是可以把这个人都摊开来给你看不怕你看不怕你讲的哦 那这种东西很多人就会喜欢因为觉得你很真哦 你就是呃你太棒了就喜欢你这样子呃毫无忌讳的呃深冷不济的一个呃讲话方式 那当然有些人呢也可能会是以外貌取胜啊 对对这样子的方式那当然也是大家可能会喜欢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他每次都可以把自己的妆容做的很棒 让大家能够去呃想要跟他一样啊 比如说很多的IG客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 就是拍的很漂亮的照片有可能是自己很漂亮 有可能是那拍出来的照片很漂亮 那大家就会有一种想象就希望能够去follow他 继续去跟随他哦 那好但是我们来讲哦 就是网红哪些话不该说这件事情呢 那就会比较发生在影片里面 或者是我们在podcast里面哦 因为要说嘛对不对哦 那哪些东西不该说呢 其实应该反过来讲哦 就是呃网红到底吸引大家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网红吸引大家的就是他的原本的直白呃 呃深冷不济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说 对不对 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呃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哦当然这个可以说 那你可以这个呃内到体内 外到呃什么呃全世界都可以说这些的哦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这些东西可能尽量不要把它呃这么直接的拿出来讲的话 也许对你对网红来讲本身是有一些帮助的 比如什么呢呃有些人会讲政治这个题目 可能并尽量不要讲哦 但是我觉得政治这个题目还好 毕竟我们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呃国度里面哦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态度 这是OK的哦 所以你可以讲你喜欢的 那喜欢的人就来听 那不喜欢的人来听了之后不开心 他当然会留言嘛 那那OK 因为每个人就是讲 就好像早期我们在想象就是呃 肥皂箱上面的演讲者一样的概念哦 你喜欢就来听 你不喜欢你来听 你举手表达你的意见 OK没问题 所以网红有没有政治态度 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 除非你真的很care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少做到哪一部分的生意哦 好 但是呢有什么东西呢尽量不要讲 我自己个人觉得 第一那就是呃 伤害人的话尽量少讲 什么就是伤害人的话呢 就是攻击别人 有时候呢你觉得毒蛇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要去抓去拿捏那个毒蛇的呃程度 如果这个程度已经到了人身攻击 那就没有这么好了哦 比如说就说他就是怕 他就是怎样 那当然有些可能是比较戏虐了 因为可能YouTube跟YouTuber 或者是创作人创制者之间 本身就很熟了 那他们就会拿这个事情拿来当做一个互相 呃开玩笑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跟人家不熟的话 你这样讲这些话的话 那就会有点会让你知道哈 有其他粉就会来出征 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讲我的呃 我喜欢的这一个这个网红 就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但是我们知道啊 我们就是希望越多人喜欢我们 当然是最好的 你的流量就可以越大 所以呢尽量的粉丝 呃YouTube之间 或者是创作者之间 难免会有这一个呃 竞争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良性的竞争 大家都做出好的作品 让大家去喜欢 甚至上粉丝能够互相的流动 你看有很多的YouTube 他们就经常去跟其他的呃YouTube 一起去做合作 跨界合作 期望的就是我们互相拉一些粉丝过来 哦增加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到了某个天花板了 那下一步就是要这样子的做法 那当然呢 如果你呢 你跟这个完全不熟 啊然后你就在网路上 一天到晚在跟骂人家 看不起人家 那你要先跌跌看自己有几两种啦 哦对不对 你先看一下你自己有多少粉丝嘛 如果人家粉丝很多的话 你说人家批评人家 讲人家的坏话 那不是就很糟糕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团结是力量大 所以大家呢 网红在一起呢 就尽量呢 我们不要去攻击别人 即使攻击网红 即使攻击一些 呃你不认识的人 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要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 哦 网红要讲的是自己特殊的观点 而这个观点呢 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描述的方式 有的是很理性的分析 有的就是很呃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方式 很直白的剖析方式 去跟大家分享 那这样子呢 才是让呃 网红的生态会更加的呃 正面的良性循环 那同时呢 也提供了真正网路的 本身的意义 就是让大家能够有更充分的空间 去讨论任何议题哦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呢 尽量不要去呃 跟别人起冲突 然后去去去去攻击别人哦 第二个呢 就是哦 违法 就是法令呢 这个东西 自己也要小心一点 那什么叫做法令有关的东西呢 譬如说呃 鼓励 太过鼓励这个呃 酬烟喝酒 哦 这个东西 虽然这个法令哦 有规定啊 就是在电视上呢 其实是不能够做烟品的宣传 你们可以看到 烟这个东西在电视上面 完全没有广告 完全没有电视广告 现在连在电视的影片里面 如果电影里面 如果有烟出现 或是电视剧里面 有烟出现的话呢 都会会打上警语 但尽量不要 所以说现在就尽 因为他打警语 就整个影片的感觉 就就不对了哦 所以大家就尽量不要 所以现在的创作的方向 就尽量大家会看到 哎 好像真的大家都不 就没有在抽烟了 那另外呢 就可能 比如说鼓励喝酒 这件事情 但我知道 就是很多酒鬼 那我也看过很多YouTube 他就是介绍品酒 但是呢 最后你要知道 怎么样去拉回来 而不是说鼓励大家 譬如说 你喝了很多酒之后呢 然后你去开车 这样不行 违反法令了 对不对 不会得到大家的喜爱 或是喝酒之后 然后就出去闹事 这也不行 就跑去呛人家 这也不是好的事情 所以呢 喝完酒之后 应该怎么样 就是乖乖待在家里 继续跟大家品酒 对不对 或是你直接就开直播 跟大家分享 这个酒有多好喝 它的韵味是什么 如果能够从这个方面呢 得到更多的知识尝试 那就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还有就是 譬如说 跟毒品有关 或者是制造一些 什么枪械 什么 如何使用这些的话呢 其实他也是有 很多的 这个财道 法律红线的一些危险 所以这些大家都要 多多的留意 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 还有什么 跟经济有关的 我们来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结税OK 教大家怎么结税 是OK的 因为那是按照法律程序来走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教大家如何逃税 就不好了 该缴的税还是要缴 但是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让你的税 能够变少 那当然是很好 像我们知道 最近我们大家知道 最会避税的人是谁 对就是川普 因为他在选举之前 被人家挖出来 说他去年缴税的状况 怎么样 他这个 生意做这么大 又当了美国总统 可是他缴税 怎么搞不成比例 川普就说了 不是我不缴税 是你们提供给我 这些很好的结税的方法 那我就要运用 Why not 对不对 有钱为什么一定要给政府 我有钱能够去 这个税能够省下来 为什么不 这都是大家合法的事情 所以这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教人家怎么逃税 怎么样的洗钱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基本上 目前我感觉就是在网路上 因为网路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社会 开放的一个社群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可以讲 什么样的题材都可以讲 你看现在连一些生活教育 健康教育的事情 以前在我们小时候 这个东西 好害羞 不要讲 这个一讲出来就脸通 连那个器官的名字讲出来都觉得好像很尴尬 你看我到现在都很尴尬 就是教育的影响 但是现在人就不尴尬 完全不尴尬 有可以拿出来去讨论的 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这其实你导向正向的东西去认识自己的话 或认识一些知识的话 它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知识的传达 让大家不要再去有错误的观念的传递 比如说男生女生手牵手就会怀孕 这样感到 而不对嘛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鼓励 对不对 就是要用一些安全的行为 安全的性行为 这些的都可以用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鼓励 用很多的东西去做 或者是性别的一些观念 两性 同性 或者是多元 这些东西 都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去阐述 去表达的话 让大家更有沟通的方 这个管道 能够更了解知道事情的真谛 那其实这才是真正的 网红这个社群 期待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当然带给大家快乐的生活也是很开心的 所以说你看 很多那个讲笑话的 这个YouTuber都这么红 对不对 喜欢喇赛的人可以这么红 哎呀 我们的话就人就少一点了 可能我们太严肃了吧 是不是 好 我们尽量讲一些比较符合生活化的一个议题好了 好 所以呢 就尽量的就从这两个层面吧 那网红就尽量就开心的发展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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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